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难得的商机 这个影片最主要是要教大家如何看懂公司的奖金制度 也就是说等一下我会教大家一次看懂MDC的奖金制度 等一下我会用一个试算表跟各位做详细的说明 让你知道如果你今天进行MDC 那如果按照这样子来做的话 你一年可以得到多少的收入 那我是要约系统的创办人我叫Frank老师 而会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都可以跟我询问哦 对于一个商机的出现请问你是哪一种人 您是左边这个想要把握机会的人 还是你是向右边这个想要拥抱财富的人呢 或者是您这两种您都有 那恭喜你你即将得到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MDC 请一定要好好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哦 人生是一种选择的结果 每个人对成功都有不同的定义 也就是说当你成为MyDailyChoice的会员的时候 成功就是一个选择 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呢 MyDailyChoice全球拓展市场商机非常的无限大 也就是说呢 也就是说当你现在加入的时候呢 您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碰到这难得的机会 当你今天加入MDC的时候呢 您就可以马上经营全球150个国家 你没有听错 确实是可以全球150个国家 千万不要让机会与你插身而过哦 公司的部分呢 本身有四大产品线 如果还没有了解公司产品的部分 请一定要来我们的线上说明会去聆听 或者是呢可以参考我们团队的相关影片 四大产品线来讲的话呢 我们总共有DailySpreads 还有我们的CBD 还有我们精油系列 以及我们的旅游平台 没有错 您没有听错 我们公司呢除了在产品之外呢 我们还有旅游的平台在里面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跨国际的平台直销公司 您一定要好好把握着难得的机会哦 公司本身呢 还有很完整的网络行销的后台系统 以及我们公司自己专属的APP 也就是说呢 我们每个人在推广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有APP之外 我们还有自己所谓的推广网页 以及我们团队给你的相关的资源 请一定要把握着我们相关的资源哦 好下面这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团队自己的学习平台 MDC500K.com 那如果您有空的话 您也可以上去看一看 了解一下公司呢 到底里面在做什么 还有我们团队可以给予你哪些资源呢 好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奖金制度的部分 在介绍四算表之前呢 我再带大家review一下我们在奖金制度 等一下我会在奖金制度部分 跟各位做详细的解说 对于奖金制度来讲的话呢 跟各位说明一下哦 里面的组织来讲的话呢 其实会有获得很庞大的收入 哪些庞大的收入呢 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您会有获得所谓的推荐奖金 推荐奖金来讲的话 我们分为四代73%最高 可以到十代85% 就是上面这个部分 那第二个奖金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对碰奖金 对碰奖金来讲的话 我们到15%到20%不等 好那我们是小边碰大边 大边剩下会帮你保留 同时呢我们每个月的封顶是100万美金 没有听错 确实是100万美金非常的高 好第三个奖金呢 就是对等奖金 对等奖金的部分呢 我们最高可以领到十代100% 以及我们的进阶奖金 还有后面的全球分红 以及我们的高阶汽车奖励 还有我们的精英奖励的部分 那对碰奖金的部分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常常所提到的 就是被动收入的部分 也就是说呢 当你的组织架构好 你的系统架构好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每个月都会有 源源不断的被动收入哦 等一下我会针对被动收入的部分 来跟大家做详细的计算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入会套组的部分 那入会套组来讲的话呢 我们在喷剂来讲的话呢 我们总共有三种方式的入会套组 建议大家都是用首席套组的方式 如果以首席套组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200BB加入 那金额来讲的话是319美金 那我们就以300美金来去做计算 我们就扣掉我们的运费来去做计算 好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拿到20支的喷剂 那如果你本身呢 是用CBD的产品来去做加入来讲的话呢 您也可以从首席套装的这两种方式 您只要至少有200BB就可以 不管你是买什么产品 你只要在第一个月 凑足200BB就可以了 那200BB来讲的话呢 如果以CBD产品来讲的话呢 是您可以选到8种的产品 那金额来讲的话是379美金 非常的便宜非常划算 马上就可以开启你的这个事业了 好那首先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第一个令人期待的推荐奖金 推荐奖金的部分呢 我们光首席套组的部分 今天假设您今天您推荐我来讲的话 我只要200BB加入 那200BB的50%就是100BB 相当于100块美金 那我再往下推荐 我可以赚到100块美金 那你就可以赚到20块美金 也就是说第一代是50% 第二代10% 第三代8% 第四代5% 随着你的聘系越高 你领的就越深 总共可以领到10代 10代85%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笔奖金 就是所谓的推荐奖金 英文叫做Festa Bonus 好那推荐奖金是周节 其他都是月节 那第二个奖金叫做Binary Commission 我们称为它做对碰奖金 对碰奖金的方法很简单 这边跟各位说明一下 当你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 我们在组织排线的部分 我们采用的是双轨制 双轨制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你会有左腿跟你的右腿的部分 当你今天你加入的时候呢 记得你一定要保持你的账号激活的状态 你的积分才会保留 那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我们在对碰来讲的话呢 小边碰大边 大边剩下会帮你保留 当你累积到300BV的时候呢 小边碰大边 大边会帮你保留 那%是多少呢 %是15% 15%是非常非常的高 好值得一提的 就是说我们在领对碰奖金的时候呢 你左边的第一个推荐 第一个推荐 右边的第一个推荐 也就是说你左边直推跟右边直推 至少要有90BV 也就是说等一下来讲的话呢 我就会以90BV来去做计算 帮大家算一下我们的试算表的部分 可以拿到多少的一个收入哦 好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对等奖金 对等奖金的部分呢 我们总共可以领到10代100%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以首席套组加入来讲的话呢 我们第一代可以领到30% 第二代可以领到20% 第三代10% 第四代5% 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跟各位说明一下 今天假设你今天你推荐我 我的组织发展出来 我算是你的第一代 如果我的对碰奖金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对碰奖金的部分 假设我对碰奖金 这个月领100万 那因为你推荐我 所以呢在我来讲的话呢 我算是你的第一代 所以第一代来讲的话 假设我领到100万 那你就领到30万美金 就是这么的简单 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对等奖金 所以相对的来讲的话呢 建议大家就是在刚开始运作的时候 建议大家就是尽量能够多推荐 让你的组织呢可以很快的蓬勃发展 好那这个奖金来讲的话 随着你的聘系越高 你领的就越深 总共可以领到10乘100% 这个就是非常棒的 叫做对等奖金的部分 你仔细看一下它的趴数的部分 它的趴数打得很深 而且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的拼接来讲的话呢 我们不是以小编来去做拼接计算 而是以什么你的直推线 来去做拼接计算 每个月每个月公司会帮你做计算 所以你会发现到在拼接来讲的话呢 是非常快速的 好第四个奖金呢 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进阶奖金 当你达到一个拼接的时候 假设我今天我达到10k 而且呢连续90天都达到10k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到你会额外的多出一个 所谓的打成奖金 这个就是1000块美金 相对的 如果你今天你达到100k的话呢 你就会有一笔所谓的1万块美金 总共可以拨到多少呢 总共可以拨到69.4万美金 非常非常的高 这个就是我们的进阶奖金的部分 好第五个奖金呢 就是在我们的全球分红 全球分红跟各位讲一下 你只要推荐四个人 当月你只要推荐四个人 不管他是优惠客户 或者是直销商 都一样 那你只要推荐四个人 你就可以享受一股的全球分红 跟各位说明一下 全球分红来讲的话 是从全球的业绩2%去分 所以你会发现到 我们每个月每个月 光CBD的销售来讲的话 就非常非常高 好现在CBD呢 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去接受 好越来越多的国家 都主意的开放CBD的一个进口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全球分红 跟一般的直销公司比较不一样 我们人人都有机会拿到全球分红 只要你当月推荐四个人 你就可以拿到所谓的一股的全球分红 同样的你如果推荐八个人 你就可以拿到两股的全球分红哦 好第六个跟第七个呢 叫做高级汽车奖励 以及我们的精英奖励的部分 当你每个月 假设你每个月都达到50k的话呢 你每个月会有一个额外的 1000块美金的一个收入 同样的当你每个月如果是500k的话呢 你每个月也会额外有多出一个 1万块美金的收入 这个来讲的话非常非常的高 好讲到这边 你会不会觉得奖金制度呢 会觉得令人期待 告诉大家我帮大家整理出来 其实呢在一般的会员来讲的话呢 都会有三大收入来源 首先呢第一个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新进业绩 也就是说当你推荐一个新朋友加入的时候 你会有所谓的推荐奖金的部分 ok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重销奖金 重销奖金就是所谓的对碰奖金 也就是说当你左边累积出来 右边累积出来对碰所产生的对碰奖金 我们称为对碰奖金的部分 第三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协助伙伴所产生的领导对等奖金 跟大家讲 这三笔奖金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那如果你在对碰奖金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大家众所期待的被动收入 当我们在选择一个平台 或者是选择一个事业的时候 你会想到的就是说你的被动收入的部分 如何快速的打造你的组织才是重点 才是王道哦 好简单来讲的话呢 假设你左边100人 右边100人的情况之下 如果每个人都是用90BB去做重销 你就会发现到我们来简单算一下 你可以领到多少钱 你一个月就可以领到1350块美金 好如果你左边500人 右边500人的情况之下 那你就可以领到所谓的一个月就是6750美金 那如果你今天假设来讲的话 你左边1000人 右边1000人 如果以90BB来去做重销的话呢 你一个月可以领到13500块美金 好同样的 如果你左边10000人 跟右边10000人来讲的话呢 你一个月就可以领到135000块美金 恭喜各位 这个数字绝对是令人期待的 为什么 因为跟各位讲 今天一家直销公司 他直接告诉你我们是用网络行销 Network Marketing 这个是非常当红的一个关键字 你用网络行销去推广所谓的150个国家 而且善用我们团队跟公司给予相关的资源 你就会发现到非常的快速 总而言之跟着我们团队的脚步走 我会带你如何马上的拓展到全球的市场 好那接下来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试算表的部分 试算表来讲的话呢 教大家如何去计算你的一个奖金的部分 也不用计算了 我都帮大家试算好了 简单来讲的话呢 我用一个方式叫做一推四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用一推四的方式 左边两个右边两个 一推四的方式 那每个人都是以从销90BV来去做计算 教大家如何打造你的快速的一个被动收入 那接下来这个试算表给大家看一下哦 好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试算表 试算表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一带四 也就是说一个人推荐四个人用四的倍数来去做复制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这个试算表的第一张 那第一张来讲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试算表来讲的话 我们加入是200BV 200BV的话呢是299美金 我们以最低299美金来去做计算 那以从销来讲的话呢就是90BV 90BV是多少钱呢 相当于美金是150块美金左右 OK好那我们都是扣除运费OK 好那150块美金那按照每个月去做重销 你就会看到这样子的收入来讲的话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讲解一下我们在试算表的部分 你会看到这个是我们在加入的部分 好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达成率百分比 就是达成率百分比自己推荐的达成率 以及伙伴推荐的达成率 还有组织重销的达成率 好我们来看一下左手边呢你只要推荐两个人 右手边你也推荐两个人 你就会发现你的推荐的总数呢 左边合计两个人 右边合计两个人 你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你就会有推荐奖金400块 400块美金的推荐奖金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月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你左边呢 这两个人每个人都推荐四个人 所以你两边呢各增加八个人 所以按照总数来讲的话 你左右两边总共有十个人 按这样子去算计算来讲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 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你的推荐奖金就有多少 就有320块美金 好我们在奖金的部分 也跟各位做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奖金来讲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 那这个是在推荐奖金的部分 那这个是在对碰奖金的部分 这个是在总奖金 也就是你当月总奖金的部分 好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三月份来讲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当你的组织 开始累积起来的时候 你光对碰奖金来讲的话 你就开始得到了135块美金 在第四个月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得到所谓的567块美金 按这样子去列推来讲话 你就会发现到你后面奖金来讲话 就会越来越高 尤其是在于你半年之内 也就是六个月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到 你的对碰奖金高达9207块美金 也就是说呢 9207块开始 那你就会开始发现到 你的收入来讲的话 会倍增的非常恐怖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 只要一代四 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被动收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一整年的话呢 光你的对碰奖金的部分 你就可以高达37748727美金 好这个数字呢 非常非常的大 OK 好那在整年度的总奖金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那你的总奖金呢 美金的部分高达5033094 50333094美金 好那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个奖金呢 我们只有计算在推荐奖金跟被动奖金的部分 就所谓的对碰奖金 我们还没有计算所谓的领导对等奖金的部分 因为这个来讲的话呢 比较没有办法做详细的计算 因为我们不晓得 我们每个人的对碰奖金下面是领到多少 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我们目前之后计算到推荐奖金跟对碰奖金的部分 好那另外呢 你有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奖金来讲的话似乎是天方夜谈 因为呢我们是100%的复制嘛 对不对 好我们来帮大家计算一下 如果假设60%的方式去做复制 什么叫60%呢 我给大家看第二张表 第二张表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加入来讲的话也是299美金 自己达成率是100% 那伙伴的达成率是60% 那从小的达成率呢是60% 按照这样子来去做计算 你就会发现到 如果以6个月来讲的话呢 是910块美金的一个对碰奖金 那我们也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被动收入 那如果以一年度来讲的话 你在第12个月的话呢 你就可以领到 当月就可以领到 176069美金 所以这就是你的 第12个月的对碰奖金 那你整年度来讲的话 你可以领到多少 你整年度来讲的话 你可以领到 302744美金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整个总奖金的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 60%可能太高 那我们来计算一下 如果以50%去做计算来讲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 那我们加入来讲的话 也是299美金 自己达成率是100% 那后面呢 伙伴的达成率是50% 那从小的达成率也是50% 按照这样子来去做计算 你就会发现到 在6个月来讲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 在对碰奖金的部分 你可以达到419块美金 如果以整年度来讲的话呢 你光整年度 你就可以达到 27635块的对碰奖金 似乎也是蛮高的 好 你就会发现到 你整年度 你总共可以领到多少钱 恭喜你 你整年度来讲的话 那你至少可以领到 56059块美金 5万多块美金的一个被动收入 这就是你整年度的光MDC的推电奖金 加对碰奖金的总收入 OK 而且呢 跟各位讲一下 我只计算到一半 也就是说50%的达成率 当然 如果你想要把这个达成率提高 一定要跟着我们团队的脚步走 最重要的是 每个人都一定要有 从销90BB 好 那到底要怎么做 才有办法 能够怎么样 把你的被动收入把它冲高 而且呢 可以开始建构你的被动收入 方法很简单 我这边呢 针对路会方法的部分呢 我有教大家三种路会方式 请大家注意听好 好 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路会方案的介绍 我们路会方案来讲话呢 我帮大家归纳出三种路会方案 首先第一种方案来讲话 就是任选首席产品组合 你只要超过200BB 大于等于200BB就可以了 不管你是买什么产品 你只要200BB 如果你本身是在欧美国家的话 那你直接可以购买CBT的产品 好 那我们再加入来讲话呢 我们是200BB 那200BB加入之后呢 如果以喷气来讲话 200BB 那美金来讲话 就是299.95美金 那再加上6个月的首席合格 也就是说 当你今天加入之后 你只要在下个月的25号之前 能够购买我们的6个月的首席套组 记得一定要让你自己 每个月有90BB的重销哦 那金额来讲话是799美金 以这样子来讲话呢 其实台币呢 也不过才29000多 还没有超过3万块 你就可以用半年的时间 好好的赶快的去建构你的组织 不用再担心任何重销的问题 好 这个就是6个月的复购方案 6个月复购方案来讲的话呢 你没有包含60支的盆基 总共是540BB 金额来讲的话呢 是799块美金 好 第二种方案来讲的话呢 就是当你在加入的时候 你是用200BB 那你可以选择用3个月的方式 快速的建构被动你的被动收入 这个来讲的话也是不错的方案 那记得3个月之后 你记得还要让你自己怎么样 拥有复购的一个机会 也就是说你要赶紧的去激活你自己的账号哦 好 这个是3个月的复购方案 3个月的重销方案 好 那这个来讲的话是300BB 总共是36支盆基 非常好用 好 第三种方案来讲的话呢 就是适合对象呢 就是希望能够自己提前布局旅游市场 旅游市场来讲的话呢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之前也有跟各位说明过 旅游市场来讲的话其实非常管用 而且呢未来的赏机是非常大 好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 我们200BB的首席套组加入之后呢 我们直接购买什么 6个月的首席合格 也就是说 当你加入的时候 你是用首席套组加入 OK 好 那你在下一个月来讲的话 记得要购买一个 6个月的首席套组 好 这个是299美金 那之后呢 每个月要有90 29块美金的一个旅游套餐 好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 29块美金 15BB的一个 旅游的一个积分值 OK 好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建议大家也可以不妨可以参考看看 不过 最主要来讲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 采用我们刚刚所讲的A方法 记得 我们每个月要有90BB的重销 OK 好 这个就是让你的账号维持激活 跟着我们团队的脚步走 跟着公司的脚步走 我会带着大家如何建构你的被动收入 好 快速建构你的被动收入 请记得快速建构被动收入的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给自己至少六个月的时间快速的打造你的组织 六个月的时间赶紧快速建构你自己的组织 你的左边跟你的右边 还有第二个就是多利用我们公司跟团队的资源 我们团队来讲的话有很多的线上会议 以及线上说明会还有线上课程 好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要约系统来讲的话呢 我们有很多的倍增课程 还有我们的一些线上会议 以及我们团队的行事力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讯息的话 欢迎大家都可以跟我联系哦 全球跨界网络平台抓住机遇努力拼搏 您的胜负就在此时 一定要把握着难得的机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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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